不准走 我不走 你知道我多喜欢你吗 好了 好了 不行 我要歪着你 我要歪着你 不准走 那你先走了 是啊 我们也走吧 走吧 摆单出来 回家了 我要买单了 老板 多少钱啊 小心 赶紧给他批拆 小心逃了 不认识 给他帮出去 帮出去 我这不吵架了好不好 不吵了 我真的很喜欢你 看不下去了 大夫 找你的包 好 谢谢 你们赶紧走吧 不认识 要不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送他上车以后 我自己走就行 快走吧 走了 接个屯 我的老 走了 别自动了 你扔这儿团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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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车了 偷偷偷 退退退 我的老家 注意安全 拜拜 救助他 接个屯 家在那儿呢 橙子 回家 葬礼 阿 阿姨 葬礼 葬礼 你去哪儿了 妈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也不接 你 妈 妈 妈 又来了 你别怕 妈给你做主 我可以了 怎么了 看个小说 能过成这样 这小说写得太感人了 那讲的是什么故事 他讲的是 女主刚和他的未婚妇订婚 一战就爆发了 可邓来的 却是未婚妇湛王的消息 但女主坚信 如果他未婚妇真的死了 他一定能感应得到的 所以他决定离乡 去前线寻找他的未婚妇 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感受 如果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话 无论相隔多远 你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如果他未婚妇真的死了 他也一定能感应得到 所以艾老师 你去非洲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保护好自己 我可不想哪一钱 收到你不好的消息 你的小脑袋 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不过说真的 你去非洲 到底不能发生信 可以啊 之前去过那里的同事跟我说 那里面游网 但可能住地游的时候会断网 我不管啊